各位很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文台的天氣節目 我是黎雲俊 一股冬季季後風的補充 正是逐漸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 來到大約6點鐘 各區的氣溫是介乎在14至17度 天色方面在維港望出去可以見到 天上面都是比較多雲的 其實在廣闊的雲大 正是覆蓋著華南地區和南海北部 不過雲大不算很厚實 我們預計日間都會有少量的陽光 預計今天會是大致多雲 初時有一兩陣的微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古氣溫大概20度 吹和換至清靜的偏北風 我們預計在這個星期的中至後期 季後風會持續影響著華南地區 所以一早一晚的天氣都會是寒冷的 而天色方面由於季後風都比較乾燥 不利雲的形成 所以預計天色方面都是普遍晴朗為主 而香港的天氣展望方面 要留意明天天氣會再度轉冷 而之後那幾天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不過要留意一早一晚都會是天氣寒冷的 所以大家要做好預寒的措施 天氣講到這裡 下次見